血气分析 可能出现阴性护衰 就是血氧更严重了 那么这个时候 它可能是通缉过度的 因为它出不来气 它就可能会呼吸运动度 它就会又深又快 是吧 它就会把这个 把这个二氧化碳排除的比较多 那么这个时候 是呼吸器减重度 这个时候你去测它的 你发现它的这个 二氧化碳是降低的 二氧化碳是降低的 如果是重能小踩 如果是小踩越来越重 那么它可能会出现 呼吸器疲劳 慢慢的二氧化碳 它就会除流 它通缉就不够了 通缉就不够了 慢慢的就会出现 呼吸器酸重度 这个时候因为失水的缘故 就会出现 带阴性酸重度 如果到了这个二氧护衰 呼吸器酸重度 再加个带酸 那这个病人就 非常非常严重了 所以这就通过血气 来评判这个病人的 严重程度 评判这个病人的严重程度 下一个就是 这个胸部的X线检查 因为反复的这个发作 消水的病人多多少少 它会有阻塞性肺气肿 阻塞性肺气肿 表现出来就是 酸症的透亮度稍微增加 合并感染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肺纹理的增加 和阻塞性肺气肿 还有大家可以看到 这胸部的一个线 还可以看到一些并发症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中个气肿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有一些低密度的这些影子 中个气肿 这地方肺纹理区 就是表示有气胸 这里是有高密度的 那么沉液分布 就说它出现肺部脏了 它那个吸到了连液霜 霜就这个气到了 所以它就有肺部脏了 这就是说 通过胸部的X线 可以判定这病人 有无并发症 也是在进一步 评判它的病情程度 它对诊断意义不大 但是对病情评判 是很有意义的 特异性的病人员的检测 那么现在比较热门的 就是一个 这个特异性的IgE检测 这个外泽血 总的IgE对它的价值不大 但是呢 现在就是说 对于那个蓝自性哮喘 如果你要用抗IgE 抗体这么一个 心情的药物治疗的话 那么测定这个 特异性IgE检测的浓度 对它的效果的 这个评判 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每一种这个 检查有它的诊断意义 也有它的病情评判的意义 也有它的治疗疗效的意义 它的检查 要根据它的意义而来 根据它的意义来 好 我们刚才讲的实验室 和它的检查 那么下一 我们就讲它的诊断标准 典型的哮喘 所谓典型 什么叫典型的哮喘呢 就是我跟大家刚才讲的 那么典型的这个病史 典型的病史 像那种仿佛发作的 仿佛发作振发性的 仿佛发作的 喘息 气急凶闷 或者咳嗽 像这个情况 那么就是非常典型的 这种病史 多接触病源 冷空气 还有一些物理 化学 这么一些刺激 那么就容易诱发的 运动 这个病毒上感 还有这个 情绪激动等等 食物 各种各样的刺激因子 又反 可以找到比较明显的 这些过敏源的 反复发作 胸闷气急 呼吸困难的这种 这就叫典型的病史 那么典型的体征呢 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双肺散在的酵明 双肺散在酵明 这就是典型的 以肤气象为主 它也可以出现双相 肤气象一定是延长的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经过治疗后 它缓解的还比较明显 它不是一个活动后的 渐进性的 呼吸困难 我们的慢性直气管炎 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 它跟它的不一样 就是它有不可力的 气流受限 它是活动后 渐进性的气流受限 这个活动后气处 而我们的病人是 发作性的 可以自行缓解的 一个移过性的气处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 特点 就是说经过治疗之后 它可以自行缓解 肩脐的时候 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除外还有要除外 其他的疾病 这里有一些疾病 就其他原因 引起的刷癌 气急咳嗽 必须要排除 那么这个很重要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 鉴定诊断里面 我分给大家详细的 要介绍几个疾病 那么它不是哮喘 它也可以出现 像哮喘一样的症状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是典型哮喘 典型哮喘 典型哮喘可以不需要做 我们讲的那些客观的检查 那么出现不典型的哮喘呢 就是我们讲的 它领寸表现不典型 它也可能没有明显的揣息 也没有明显的体征 它可能没有明显的这种 正化性的这种表现 它一直是这样出气不匀 或者它就持咳嗽 单纯的咳嗽等等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就要有下面的这些 肺功能检查 至少要有一个是阳性的 有一个是阳性的 那么这就是它的诊断标准 诊断标准 那么这是它的诊断 讲诊断之后 让我们大家讲 这个病人的分期 效率它可以分为 急性发作期和非急性发作期 你现在还有一个临床缓解期 现在不分了 就分两个期 并于大家的记忆和理解 那么急性发作期 就是气处 咳嗽 揣息 羞闷 这些症状突然发生 长半有呼吸困难 以呼吸气流渐低为特质 有诱饮或者是治疗不淡 它是突然发生的 突然发生的 而非急性发作期 就叫做慢性持续期 它没有急性发作的症状 但它总觉得不舒服 总觉得不舒服 总有不同频度的 这种不同程度的 这种慢性的持续性的 这种喘息 咳嗽和羞闷 它总觉得这个地方有羞闷 但是它不是正发性的 它是一定程度上面 持续的气道 高反应性 持续的这个气道炎症 所导致的 那么这是它的临床分期 根据临床分期 它的治疗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首先再讲一下 除了分期之外 那我们就要分 它的要分疾 要分疾 因为病情严重程度的分疾 对于你的治疗来讲 非常重要 精英发作 我们就是比较小一点 我们知道 它也分为轻度 中度 重度 和微重 那么引起临床 死亡的那一次的哮喘 一定是在 从重度到微重了 从重度到微重 大家可以看到 轻度的话呢 这个时候 轻度的话 你只要吸 你只要 它的这个 养合都是很好的 养合还比较好 它这个只要 也许 轻度发作 你只要吸一下那个药物 那么它就会好了 像我们家 这个 这个 吸一下我们的 贝拉瑟的兴奋剂 它就会好 那么 还有一种呢 就是 中度的 中度它的这个 效果就比较响亮 比较明朗一点 那么这时候呢 可能还要 除了这个 吸入不行 可能还要做物化 我们讲的物化吸入 甚至还可以要 需要用到全身性的激素 来治疗 这个倒子会跟大家 讲治疗的时候 是跟这个要息息相关的 重度的时候就 有呼吸衰竭 大家可以看到 重度的时候 有呼吸衰竭 呼吸频率非常大 然后它有端座呼吸 重度的时候 是非常重了 非常重了 这个时候就应该 进肩负室了 这个时候 但人还是清楚 人还是清楚 绳子还没有模糊 到了围重 就是平死状态了 围重就是 这个人不能讲话了 绳子出现模糊了 这种病人 我也是碰到过的 碰到过的 原来在ICU 我们的值班医师 因为经验不足 这个病人第二天 我去查房子 发现这病人已经 绳子模糊 在讲胡话了 这个时候就当机率 马上给他插管 那么他其实在 晚上值班的时候 就应该给他插管 要找治疗 找治疗 如果出现嗜碎和模糊的话 这病人就出现 肺性脑病了 非常严重 或者出现胸虎毛的运动 我们讲深吸气的时候 这肚子应该鼓起来的 它是相反的 深吸气是 固度是扁的 这就是腐式矛盾运动 还有这些 就是呼吸 这个孝明 它不响 它反而弱了 它呼吸机疲劳了 呼吸机疲劳了 根本它没有什么 呼吸运动了 像这种情况 提示呼吸机是 疲劳了 疲劳了 这种情况 如果出现脉率的变弱了 那它就是快要死了 我们要做心灰复苏了 这个病人 所以大家知道 围重消耗是围急重症 是呼吸科的围急重症 是一定要处理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让大家掌握的 治疗原则之一 那么刚才讲的是 急性交动期的这个分歧 那么现在有两个 这个慢性持续期的 严重程度的分歧 这一个呢 就是根据这个 以前 根据我们以前 它分为这个 一二三四级 间歇发作 轻度持续 中度持续 严重持续 它是作为 慢性持续期的病人 那么它的分歧 这个分歧 现在用的少 大家就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它主要呢 就是根据这个 根据这个 白天夜间的 这个消耗症状 出现了凭这个肺管理的 检查结果 那么将这个 分为这些 这么四级 这种分法在日常工作中 比较少 因为它比较麻烦一点点 比较麻烦一点 它不太适合 临床操作性 现在对研究比较好 我们现在临床操作 就用这种分级 就是说 你就简单地分为 三个类 三级 一个就是 这个消耗控制的好不好 一个就是 这个消耗控制的不好 第二就是 这个消耗控制的 只是部分控制 部分控制 还没有得到 非常良好的控制 还没有得到 非常良好的控制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是控制比较好的话 那么白天 它基本上是没有症状 夜间也没有症状 它不需要用药的 即使用药 它也小于两次 就是我们讲 用急救的药物 肺管理也是正常的 它没有消耗发作 那如果达到 这五线的话 如果达到这几线的话 那么它就 你说它跟正常的人 有什么区别 我们正常人就可以有这样的表现 是吧 那么这就是属于控制 完好的一个消耗病人 控制良好的消耗病人 它是完全可以跟正常人 是一样的 当然了 它可能需要用药物控制 用我们的控制性的药物 部分控制的 就是说它会发作 但发作的次数呢 不是非常轻 不是非常多 比如说 它每周 到两次 但是它不会更多 不会更多 或者说呢 它这活动 受限呢 就是有一次 或者说它出现晚上 这一周之内出现 晚上出现了憋醒一次 或者每周 它大于这个用的药呢 大于了两次 大于两次 还有它的肺功能 小于80%的预计值 就是说它出现了 任何一向表现 也就是说它这样的表现 它只能出现一种 就说明它是部分控制 它控制不够好 如果超过三向 超过三向 那么它就应该算是什么 它就算是 胃控制的病人 胃控制的病人 所以它 这个就领床操作 比较好一些 通过这个操作 那么比如说 这边控制良好 我们的这个药物 就不要再加量了 三个月之后 如果人的控制很好 我们甚至可以降级治疗 如果这边是部分控制的话 那么我们就还在观察一下 看到能不能够 在控制的过程中 它会出现得越来越好 如果它出现了三向 这个部分控制的这些表现 如果它白天也有症状 夜间也有消喘 又经常要用到 这个急救药物 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 升级治疗 升级治疗 它分级是跟它的治疗 也是息息相关的 消喘病人为什么要分级 就是因为它的治疗 需要分级 不同的级别 它的治疗的药物 是不一样的 好 这里还有一些 一些注视 就是如果消喘 出现发作之后 那么就必须对维持 这条方案进行肥股 如果它出现 经济加重 那么它可能 比如说住院 它出现一些 比较严重的加重 那么它的量 可能会要往上加 往上加 如果每周一次 每周 任何医者出现 一次消喘来就发作 这医者出现 消喘来就发作 那么我们都认为 它是没有得到控制 就是说 它这经医者 如果出现 有一次消喘发作 那么急性发作 我们就认为 它是没有控制 这病人就要 药物就用的不够 可能要加量 要加量 好 刚刚跟大家讲的 这个消喘的 这个诊断的 这个分级 分级很重要 急性加重期 我们也分了级 慢性持续期 也分了急 那么现在讲 这个鉴别诊断 讲这个鉴别诊断 最最重要 是跟心愿性 消喘来的鉴别 这个在 这个在我的 这个 医生生亚中 是深有体会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当种族院的时候 那么有一个心梗的病人 那个时候心梗的病人 因为没有床 也只能坐在走蓝上 但是它的表现呢 就是一个双肺的孝明 散在的孝明 双肺散在孝明 但是它 大家不要忘了 它有心脏病史 它有心梗 它急性心梗的病人 那么它 导致它没有出现 粉红的泡沫 糖 但是它 有端坐体位 双肺孝明 很厉害 那个时候 他们很多 上级 医生看了之后 就给它用 激素治疗 用这个 酵水药物治疗 每天用的量 也非常大 那个时候 用的激素量 都挺大的 用的时候 效果不好 看西线治疗也用了 但是用的不够充分 最后那病人 就死掉了 现在回应起来 那个病人 其实就是一个 心圆音哮喘 心圆音哮喘 它表现出来 它也是有孝明 它不一定是石螺音 它也有石螺音 也有孝明 也有孝明 所以它叫 心圆音哮喘 那么这种病人的话 它一般来讲 它有心脏病史 有心脏病史 厉害的是 吐粉红的泡沫痰了 如果你还不知道 是心衰 那就是很不应该的 极心左心 虽然是吐粉红的泡沫痰 是个非常典型的 一个表现 然后它肯定有 它的心脏结构的表现 比如说 你去做心脏病超 它可能是 心脏是扩大的 还有这种病人 它可能会有一些 心电图 会有一些体现 心电图会告诉我们 这边有心理史长 会提示我们 这病人 有没有防止的扩大 所以心电图 它有这样的意义 有这样的意义 这个病人 它进行强行 力量扩血管 效果是很好的 那么它跟 知性弯效率治疗 是不一样 如果你拿一个 知性弯效率病人 当心衰的治疗 那么它会 相互之间 它会有一些矛盾 最主要的矛盾 就是力量剂 我们效率病人 是要补业 那么心衰的病人 是要力量 所以它这一点 是矛盾的 其他的都可以 都还好说 你强行 你如果是效率病人 他心脏 如果心功能不好 你可以半量强行 或者用茶碱 茶碱也是可以用的 按茶碱 它强行力量扩血管 它也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就是 唯独不能用的 就是力量剂 如果是消喘的话 大家也知道 刚才我跟大家所讲了 消喘它有家族史 它可以问得出病史 它接触过敏源 它主要是双费满费的消民 它实录因是没有的 它只要吸入平传药 它效果就非常好 所以它的平传药 就是贝塔塑的兴奋剂 对心脏 它也是有一定的副作用的 所以它的药 如果你把一个 心衰的病人 当中消息的治疗 你拼命给它 用贝塔塑的兴奋剂 反而会加重它的心衰 就是说 它们在用药子的过程中 出现一些矛盾 所以它的界面诊断 才会很重要 就是这样子 这是它的 清源消息 直接要消息的界面诊断 所以说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真的在临床上 还真的不容易诊断 真的不容易鉴别 所以大家在临床中 感性认识的 感性经验的进一步的增多 大家对它 这个鉴别 一定会有更高的认识 更深刻的认识 和更深 和你 会有更清晰的 更高的这个 鉴别诊断的水平 这是它的 这两个病的鉴别诊断 好 这一个就是 我们讲的慢性直气管炎 慢性阻载性肺部疾病 和直气管小船 这种主要是靠病史 靠病史 一个是咳嗽多于船 它可以咳嗽 一个是船多于咳 一个它的直气管扩转 试验是阴性 一个直气管扩转试验 是阳性 但是到了晚期 我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出现气道重塑的时候 它们的直气管扩转试验 可能都是阴性 而且它们用药也是一样的 用药也是一样的 所以它们两个的这个 诊断 鉴别诊断的价值 还不如前面那个 新原意消产 和直气管消产的 那个鉴别的价值大 因为到了后期 它们的药是一样的 也都需要用到 这个残效的直气管扩转剂 和这个吸毒技术 和吸毒技术 但是大家要通 主要是问病史 通过病史 来鉴别这两个疾病 鉴别这两个疾病 还有就是中央性的肺癌 中央性肺癌和直气管消产 中央性肺癌就是 这个气道里面长肿瘤 这是我们在 这个直气管镜线面 可以看到 这是直气管镜线面 看到的一个肿瘤 因为它有一个肿瘤 肿瘤就会引起 气道瞎窄 气道瞎窄就会可以出现 这个我们讲的 吸气的时候 会出现喘明音 是吧 气道通过这个瞎窄的地方 它会出现 汤流的形成 就会出现喘明音 这种情况 那么在我的主治医师 生涯中也碰到过的 老子发哮喘 老子觉得不好 开始就放到我们呼吸科 用哮喘的效果不好 后来就以为是 心医原因哮喘 然后这个病人 出现之后 就做了心内科 又按心衰治疗 效果仍然不好 最后到了我手上 我那时候在ICU 这个病人已经有 非常非常明显的 它是气道的肿瘤 那么气道者就出现 吸气性的呼吸困难 主要是吸气性的 跟我们是笑话不一样 我们笑的是呼气性的 那么它出现吸气性 呼气困难 吸气性呼气困难 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体证 大家知道是什么 原来学物理 诊断学的时候 上号针 对 到我手上的时候 已经有非常非常典型的 我上午和这一间细 这个 这几个 上号针了 那么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 一个气道 这个是它不能做 这个止血管筋了 因为它已经呼吸衰了 它已经呼吸衰竭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病人 这病人后面我就 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现在这个医学 发展是很快的 我们就 我就请求CT室的老师们 给我给它做了一个CT 三位重建CT 就通过CT的这个扫描 它可以立体扫描 扫描之后 然后再在电脑里面重组 把这个止血管 这个气道 通过电脑的合成 就知道这个气道的下载 就是说它跟你 像一个电子的止血管 做了一个 就把这个止血管的 立体图像给了我 那么我就可以看到 它这个整个这个气道 最低的地方 只有米地那么宽了 也就是说一口弹 就可自吸 所以这个病人到我手上 已经是非常非常典型的 一个气道的下载 有气道的结构性的下载 那个病人往上就搞了 全院的集会诊 第二天就做了手术 就把那个肿块切了 然后把两身的气管 把它逗 把它缝合好 这病人每年都给我打电话 每年都给我 就是说过年的时候 都会给我办一个年 我觉得我很欣慰 因为最终在我手上 它还是抢救了生命 没有因为 因为它这么低的 它如果再进一步的发展 那个肿瘤 它就会死掉 因为堵住气道了 堵住气道 它就完全窒息 它就没命了呀 能活一口气嘛 是吗 它其实不是哮喘 它一路来 其实都是诊断错误了 后面到我手上 是因为它已经 非常非常明显的体征了 如果这种体征 你都不知道 这种三二针 你都不知道是一个气道的肿瘤 或者气道的一个固定性的下载 那就是说明我们的诊断学 学得不更好 是吧 不更好 所以这个病人是我抢救成功的 一个病人 它后面诊断是个 病理回来的时候 是个线 是个线 就是 是病理类型了 大家学过病理课的就知道 这个癌症有非小细胞和小细胞 非小细胞就是有线癌 灵癌 这些等等 这又不跟大家多展开讲了 还有 中国啊 就是这个结合病人是特别特别多 那么除了我们肺里面展结合 你看 我们这个气道里面展结合 展结合就会出现什么呀 可血 吸气的时候会出现 吸气性的这个笑谜 局限性的干络胞 它不会变化很快的 像我们讲的笑甩变化很快的 是吧 你处理好了 它第二天 它就消得干干净净了 而这个呢 它就是永远都会出现 这种情况啊 在门诊啊 我有时候看60个病人 至少有五六个病人 那么就是结合病人 现在中国的结合 其实是 现状是比以前更加严峻 因为这个空气 这居住环境的恶劣 和人口的增多 那么导致这个结合病人 越来越多 而且他也到处跑 是吧 他也没有一个隔离 所以大家也要注意 特别是住吉利宿舍的 那么这个病人 也是我在门诊的一个病人 那么他在我门诊 收了之后 我一听 他有局限线的干络胰 然后做了激发试验 是阴性的 然后我就马上给他 做了个直球眼镜 接下来就可以看到 这个病人 有直球眼镜默结合 大家知道 大家一定看过《红楼梦》吧 看到林黛玉经常咳血 是吧 可能他就是有直球眼镜默结合 因为直球眼镜默结合的 一个很重要的症状 就是卡血 卡血 最后卡血 他最后是卡血而始的 只是他没有去做 去做这个直球眼镜 我发现 这直球眼镜默结合的 都是女孩子多见一些 而且都是很漂亮的女孩子 都是很瘦的女孩子 可能是不是跟他减肥有关 减肥抵抗力低 就可能会容易得结合 得结合 它就容易轻化你的气道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减肥 要增强自己的抵抗力 对 不然就好 就会得那么结合 这个疾病比较少见一些 就变态反映一些肺沁润 有时候呢 是因为这些黴菌的感染 有些黴菌的感染 那么它可以导致 这个IgE也增高 然后呢 经常有有者的一些病灶 它的外置血的 四双绿细胞非常高 非常高 它其实是属于一种 四双绿细胞肺疾病 这一大块这一类 这一大块这一类 那么这一块 它做它的直球眼镜默结合试验 它也是阳性的 也是阳性的 它可以跟直径往消产合并 当然它也可以合并 直径往扩张 这个病 大家可能竟然少一些 竟然少一些 这就是健美诊断的四个病 我们讲健美诊断 我们就讲病怀症 同样跟这个慢性子 在肺部疾病 它的病怀症是差不多的 这些气胸 刚才跟大家看那个片子 是吧 可以出现气胸 也可以出现重隔的气肿 因为这个胸内压高了 它这个气出不来 胸内压很高 胸内压很高 它就可以出现气胸 重隔气肿 如果黏液酸 酸住它的部分的直气管 它可以出现 夜段的一些肺部渣 出现夜段肺部渣 反反复复的发作的话 可以出现直气管扩张 然后反反复复出现 这个不可力的气流受限 气道重建 也像慢性主折性肺部疾病 样的可以出现肺气肿 最后慢慢的 反复的缺压 肺动脉经乱 最后又导致肺性病 我们前面一团课 是不是讲的是 慢阻肺肺性病 是不是 对 前面就是陈彦老师讲的那一谈 那么最后我们这个病 到了最后的转归 也可能会出现肺性病 这就是肺性病 这就是它的这个并发症 它的并发症 好 那么最后跟大家讲治疗 讲治疗 肖喘 首先大家要有一个概念 肖喘是不能根治的 肖喘是不能根治的 它是需要终身 需要终身的这个监控 监控 不一定要终身吃药 但是肯定一定要终身 监控它的气道高反应性 和它的气道炎症 但是长期就是说 现在就是长期规范化的治疗 可以使大多数的患者 得到良好和完全的临床控制 这是我深有体会的 我手上有些病人 那么他现在经过规范化的治疗和水疹之后 他可以一样的游泳 坐飞机 旅游等等 很安全 没有任何的这个生活和工作的困扰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么这是治疗的目的 主要是 一个是控制症状 再一个就是预防未来风险 保持正常的肺功能和正常的工作生活的能力 尽量避免这个治疗副作用 也就是说你用药不能过量 用最小的剂量的药 那么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达到最好的效果 然后最终就是说 防止不可力的气流受险 防止那些严重的一些病化症 什么肺气肿啊 肺心病啊 到了那个时候了 再来治疗没有意义了 是吧 已经没有意义了 治疗的药物 包括两种药 那么讲的通俗一点呢 缓解性药物就是 我们讲的就像中医院的治标的药 就是缓解症状 控制症状 这个病人一来 哎呀出气不移 你马上给他用 用了之后 他马上就就好了 好了回去之后 你不管他 那么不行的 你还有有一个什么呀 有个治本的药 长期要用的 就是说 很多在下面的病人 可能一来 这病人很重 就给他用些物化 用些基数 打针 是吧 好了之后 没有一个后面的一个说明 病人好了 也不给他教育 也不给他一个 长期规范化的一个治疗方案 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的药物 我们的治疗一定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治标 一个是治本 治标就是缓解性药物 是缓解症状 按需使用 那么治本呢 就是控制性药物 是看颜药物 长期使用 那么主要是包括这几项 缓解药物 缓解症状药物 主要是短效的 我们讲的治线扩张剂 包括什么呢 包括贝拉受理 新闻剂Saba 还有 看胆检的药物的Saba 就是我们讲短效的 短效的 还有短效的查检 还有全身用的 痰皮脂激素 静脉用的 我们并不强调 这个病人 长期用 除非是很男子性的哮喘 才会长期口服 5到10毫克 10到15毫克的激素 那么 看颜的药物 就是我们讲的 控制性药物 就是说 降低这病人 气道高反应性 和降低气道炎症的 预防它发作的药物 也就是我们讲 资本的药物 那么 有这些药物 一个就是吸入性 痰皮脂激素 主要是吸入 我们这些药 都是吸入为主的 还有联合吸入的 Naba就是长期的 贝拉受理吸氛剂 它是长期控制的 白三性受体 结看剂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结看白三性的 气道炎症的一个药物 也需要长期吃 也需要长期吃 还有就是 缓湿的查检 我们一定不是用 短线的查检 在慢性持续期 我们是用的缓湿查检 也就是这病人是 他用的药 一定是 可以有12个小时的 它的作用可以有12个小时 还有就是 抗IgE 抗体治疗 这是个新型的药物 现在还没有进入我们国内 总的来讲 大家可以有一个概念 控制性药物 缓解性药物 主要是短效的 快速的 快速的 快速取消 短效维持 那么控制性药物 主要是长效的 慢效维持 吸入为主 吸入为主 那么我再一一的 详细跟大家讲这些药物 那么这是一个原则 就是说 治本 治本和治标 要同时进行 要同时进行 两部曲 两部曲 还有一个要强调的 就是 尽量用吸入的药物 我们就用吸入的药物 为什么呢 因为吸入的药物 直接可以达到肺部 它量也小 作用快 要安全 它不需要经过 干脆的舍骨效益 携带也方便 当然了 要医重新好 一定要教会病人 怎么用 教会病人怎么用 那么我们有很多吸入的药 这要病人 估计配合的 它容易在气道 形成一些有效的浓度 而且它经过 入血之后 迅速就在干脆灭火 群人副作用比较小 所以像我们基本上 所有的这些 很多这些控制性药物 和缓解药物 我们都是用吸入 或者是物化吸入 或者是我们讲的这种 钢粉吸入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大家要有个意思 吸入疗法是目前最有效的 效率预防和治疗的 给药方法 但是普及率只有百分之 小于百分之五 基层医生 普通医生 根本就不会用 不会用 因为它也 它的确需要医手性很强 要教你怎么用 所以我们现在的 我们自己呼吸和门诊 这么忙的情况下 我们还专门配备了一个护士 教病人在门诊 如何使用我们的吸入技术 也就是为了增强 病人的阴层性 就这么忙的情况下 我们还专门聘用了一个护士 专门教病人 怎么去做这个 吸入治疗方法 因为你不教会它 这个药买回去是没用的 买回去是没用的 它可能 它可能不会用 它吸了半天 它如果不把它打开 它不打开的话 它用了半天 那个药粉都没有吸进去 都没有吸进去 病人就说没有效果 我曾经也收到过病人 那个病人说 用了我们的好药 没有一点效果 只能是蓝制性消权过来 过来的时候 我在仔细问病史 我就亲眼看他用了一次 就发现他根本就没有 打开那盖子 他对着一个那个东西 就这么吸 那肯定不对了 是吧 他不是蓝制性消权 他并没有有效地 使用这个阴线的药物 他因为阴属性非常差 没有治疗 他其实是一个阴属性差 导致了这个消权治疗效果不好 控制不好 所以他不能够放在 染进消权的范畴 后面交配他用之后 就很好就回去了 就回去了 所以吸入消防 吸入的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么 跟大家讲的就是要了解 或者要介绍几个这个 急进发出的药物 这药物很枯燥 很枯燥 但是大家就是怎么说呢 以后到临床上 大家会更加会有感情认识 感情认识 一个就是我们讲的 短效的被在搜体兴奋剂 这个是有长效 有短效的 长效的主要是用这来控制 这个控制性药物 我们讲短效的多天 短效的主要是5到10分 5到10秒钟就起效 很快的 为止4到6个小时 4到6个小时效果不好 还可以重复吸 还可以重复吸 还有就是看胆碱的药物 看胆碱的药物 它有非选择性的和选择性的 选择性的就是时间比较长一点 也用在这个病人的 治本的时候用 治本的时候用 这个茶碱类的呢 它也有短效的 也有缓时的 我们说的这个缓时的 长效的 基本上是用在控制性 用在控制的药物 那么短效的就用在这个 用在这个急性发作时候的用 急性发作时候的用 大家要记得 那么它有些什么药呢 它药名叫什么呢 这个药就是急救的药物 我们讲的叫做万托灵 急救的药物 它主要不良反应就是 谷歌剂正常 心剂 像这种情况 还有就是这个是可比特 这是可比特 这是短效的 这个看板净的药物 和这个贝拉塞的新闻剂的复合制剂 那么是我们这个效果 这个我们做哮喘 急性发作的时候 那么非常有用的一个急救药物之一 急救药物之一 它也很快起效 起效也还比较快 半小时就起效 维持时间大概4-6个小时 它主要是 身的病人 要慎用 要注意这个问题 注意这个副作用 昨天我的病人 有个病人就跟我讲 他用了雾发之后 他出现这个 手也跳 他跟我牵 脸也跳 是什么 就是肌肉正颤 然后我只好把它停掉了 因为它是个哮喘 停掉之后 他就不跳了 不跳了 要考虑用别的药 就出现副作用了 所以每个药的药物 的副作用大家都要了解 还有茶碱类的 茶碱它也可以出现 心脏快 出现心脏快 出现心理失常 如果用量过量的话 它甚至可以中毒 可以出现心脏皱停 所以这茶碱 它的治疗量和它 中毒剂量的窗口 是比较狭窄的 这也是要非常重要的 每天我们不能超过 一克的剂量 不能超过一克剂量 这就是它的缓解 效率在进行发作 这几个药物的 副作用的比较 我刚刚跟大家讲了 这个缓解这个控制性 缓解症状的药物 其实它里面已经包括了 一些长效的 慢效起效的 一些控制消除的 一些资本的药物 资本的药物 那么资本的药物 控制消除的药物 更重要的呢 就是我们讲的 谈皮的激素 谈皮的激素 我们在平时用的时候 一般是用吸入 吸入有背面铝松 有布里奈德 还有很多其他的药物 这是它的代表药物 那么一般来讲 其下时间是一周以上 所以给病人用的时候 要两周才能评判 用了之后两周才能评判 一般是吸入药物 那么如果是全身用的 全身用的 静脉或者口服 一般是这个病人 急性发作的时候 我们才用 一般来讲 能用吸入治疗 能够控制的话 我们不用口服和全身的 因为哮喘 激素对哮喘 还是最敏感的 但是我们不需要 像肾炎啊 生命中和 真用了那么大的量 我们需要 我们只要把它吸到肺部 就可以了 它不需要用那么大的量 它就可以完全得到控制 所以我们很少用了 口服的这个强力松 来控制它的发作 或者来控制 哮喘的这个预防发作 还有一种就是 气道炎症 看气道炎症的 调节白三细的 神物活性的药物 那么它 这是它的沙米鸣 有扎罗什特和 孟露什特它的血鸣 那么它也是一个 看炎的一个药物 经常 每天都要口服的 它也是一个 控制消息 资本的药物 资本的药物 还有就是 长效的扩展直气管剂的 贝拉苏的新闻剂 有这两个 沙米特罗和福莫特罗 这两个代表药物 那么 伏莫特罗起效快一些 沙米特罗起效慢一点 那么它也是一个 控制消息 资本的药物 资本的药物 这个药 现在国内 还没有 还没有出产 国外已经有了 我们 我们自己科里面 也接了一个国际的 一个多中心的 一个临床试验 也就是在国内的 这个做 三期临床试验 对男子性消息 消耗的病人 那么可以使用 IgE的抗体 是的 主动IgE 与受体结合 对男子性消耗的病人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药物 使用这个药物 好 那么这些药物呢 就是它的一些 常用剂念了 常用剂念了 这是它们的副作用 大家可以看到 主要是吸入激素的副作用 主要是 因为你老是吸入 肯定要经过喉部 经过口腔 所以就要注意一下 每次要清水 要漱口 漱口 它可以容易引起 口腌部的 这个炼主菌的感染 可以引起生思 引起生思 所以一定要清水漱口 如果量多的话呢 时间长的话 就是基础的副作用 都会出来 当然我们的病人 一般来就看 你基础量小 它不会像 生命中和针啊 或者是 像肾炎啊 还有我们讲的蓝仓啊 这些疾病 用的量那么大 那基础量量大的话 它迟到会出现 骨质疏松 深夜线皮质 功能抑制 还有二重感染 等等这些 还有很多副作用 是吧 我们基础的副作用 大家应该都很了解 还有引起高血糖啊 引起血压高啊 是吧 引起应激性溃炎等等 这些都要注意的 我们的病人 不到忘不得已 是用不了 那么大的量的 我们用吸毒技术 基本上就是可以了 它的控制 消耗的药物 好 这个就是白三剂 跳剂剂 它主要是一些 未产道的症状和皮疹 皮疹 但它都 总的来讲比较安全 总的来讲比较安全 好 这个药就是 我们讲的这个药 主要是这些症状 就是我们讲的 贝拉色类新闻剂 新剂 骨骼剂正常 底下血症 好 这三个 好 这个抗Ig1抗体 是个新型药物 它的这个远期疗效 和安全性 还有在进一步的观察 但是我的那些 正在做临床试验 那些病人 感觉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效果还是非常好 它在国内 现在只做 三期的临床试验 这个就是一个 很经典的 一个治疗控制哮喘 这个 治本的哮喘 控制性哮喘 这个哮喘药物 叫做性碧壳 它里面的含 它里面就是含有一个 吸入激素 叫做 布迪赖德 还含有一个 这个 长效的贝拉色类新闻剂 叫做腐摩特罗 联合用药 那么对 病人 这道哮喘 它有协同作用 更加可以有效地 控制哮喘的 这个发作 这是以前的 BiG1了 就是单纯的 SAS 就是我们的吸入激素 有些病人可能不需要联合这个 贝拉色类新闻剂 就用吸入激素就可以了 这也是一个 单纯的吸入激素治疗 那么刚才跟大家 讲述了这些 药物的分类 讲述了药物的药名 以及它的副作用 那么效水的药物呢 它有它的治疗进展 以前 以前就只有短效的这些 贝拉色类新闻剂 这些贝拉色类新闻剂 在75年时候用的很多 这个用的多了 这病人就会耐受 这病人就会发现 用多了病人效果不好 用了久了 它反而没有效果 而且只用它 并不能解决这个病人的 气道炎症 发现气道炎症越来越厉害 这个病 这个要越用越多 过量的时候还会中毒 后来就发现 就加入了吸入激素 加入吸入激素 吸入激素和 常效的贝拉色类新闻剂 联合用了之后呢 联合治疗之后就发现 长期得到控制的病人 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现在就是 这是一个原则 就是吸入弹病的激素 与常效的贝拉色类新闻剂 联合治疗 哮喘 是现在目前首选 控制哮喘治疗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原理 基本原理 那么这也是一个 治疗的进展 这也是一个治疗的进展 那么这里我也是身有铁肺的 九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先生 那个时候还不先生 是朋友了 他的导师 那么就有哮喘 他的哮喘 那个时候只用了一些 闭个铜 就是我们讲的 开始那种药 就是那种 单纯的吸入激素 就是这种药 他就 但是只有这种药卖 就用这种药 吸入 发现不够 因为他效率比较重 光阴症药不够 他就经常出现一些急性发作 有时候发作 甚至我们有一天 到他的家里面 把他从楼梯下背下来 因为他已经不能自己走路了 他发作发得非常厉害 已经都不能够说话了 就是我们讲的是重度 然后我们把他 抢救到急诊室 用了甲基强间松龙 全身的激素 用了物化吸入 再把他抢救过来 那个时候是98年的样子 那个时候只有吸入激素 单纯吸入激素 没有这些联合治疗的这些药 这些剂性 然后 大概是2002年的时候 那么就开始有了 那个时候他就用了这个 就开始使用这个疏力碟 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这个药 就是这个药 就是银酸弗利卡松 加沙美特罗 这个药物 是银酸弗利卡松公司的 现在银酸弗利卡松公司 不是出事了吗 现在这个药好像 现在医院里面 也快没货了 现在但这个药 可以替代它 这两种药 都是治疗这个 消垂的药物 都是治疗消垂的药物 那么 当时他就是用了 这个疏力碟 因为这个新药出来 他的导师也非常 能够接受新失误 他也 一种是非常好的一个病人 那么他就用了这个药 当时新出来的时候 他用了这个药 然后呢 我还建议他用了 白山西受敌节看剂 就是顺耳磷 用了这个药 那么在这两种药的 这个控制之下 他就 再也没有出现 要进急诊室的 这个消垂发作 现在他再也不来找我了 因为 知识分子他也比较清高嘛 他自己如果 觉得渴舒服 他就不会再来找我的 所以他现在就是长期 他是一个长期 控制良好的一个病人 控制药物病 他就 不会影响他任何的工作 和生活 他是搞德国 他是搞我们上海的 磁悬浮列车的总监 领导总监 所以他现在去上海 他总要被 他随着携带 只要有这两种药 对于他来讲 他就现在一直没有发消垂了 他是属于消垂控制的很好 他消垂控制的好 是来源于他的医从信号 他的医从信号 是以来源于他用了 这个消垂的 这个 医线的治疗 医线治疗 等会我会跟大家讲消垂 这个分级治疗该如何治疗 该如何治疗 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些药物 那么 现在就要跟大家讲 这个 激进发作器和 非激进发作器 该如何治疗 该如何治疗 那么激进发作器 轻度的时候呢 你知道第一次吸入 吸入 按需失入 是变大受理吸氛剂 就可以了 如果不行 再加小进来擦碱 还不行 那么可能就到中毒 就要物化吸入了 物化吸入 那还要加白糖液调解剂 或者要口服 尝下变大受理吸氛剂 现在口服的都很少了 如果说要重度和微重度 这便就是说 如果你在家里吸了20次的效果不好 那么吸了效果不好 你就觉得你自己在家里 可能不能控制 可能就要进急诊室了 进急诊室 就肯定就要 我们就开始要用这个 这个效 按照中重度 中重度的效率来治疗 中重度 或者微重度的效率来治疗 你的这个激进发作 邓一君看得多漂亮啊 你看 他其实 52年到95年 他也就是42岁的生命 很短暂 是吧 42岁 跟我们差不多大 跟我差不多大 他当时是发了重症哮喘 但是他是用了 在宾馆里面 他手上只有一支 我们刚才讲的万坡灵 那时候因为95年 只有那种 贝拉收体兴奋剂的短效治疾 还没有我们讲的联合治疾 他用了很多次 大概20多次 就不行 因为用久了 他没有效果的 耐出心肺变畅 然后他又 因为那个在宾馆 又没有及时地得到救治 到了医院里面 又没有及时地做器官 插管和有效的集结通气 所以最后他就死于泰国的医院 是很令人遗憾的 就是说句这些 如果是现在他在我手上 那么他肯定不会死 我可以很自信地说 为什么 因为我有这些武器 我有这些武器 一个这种病人 他现在吸 他吸不进去的了 这种病人 因为他呼吸 他没有多大的气力去呼吸 他呼吸运动变浅 那么他如果还能够呼吸的时候 你就给他持续误化 我们专门有个误化器 持续误化 背了急动剂和 看到你的药物 他可以持续误化 因为他起效快 半岁气短 他提的轻出快 我们可以持续地误化 一直给他误化 一直给他误化 或者你就是 四个小时给他误化一次 甚至两个小时给他误化一次 都是可以的 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 第二的话 就是及早用痰瓶子急速 这个时候用痰瓶子急速的话 肯定就是要用 甲鸭 甲鸡强的松龙 用静脉的 当然了 你用到80到160毫克 那么也就够了 再往上用 不建议了 然后就是用茶碱类的药 去静脉低注 低注 尽量不要超过一克就可以了 在他不能吃的时候 你肯定是要用药的 然后这病人一定要水化 因为糖渴不出来了 他通过服务器 带出了很多水分的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 他能喝水让他喝 不能喝水就打 静脉的树叶补充 还有就是说 这种病人一定会出现 忽酸 带酸 酸节紊乱 或者是出现缺氧 或者是出现低脚 像这种情况 一定要就在酸节紊乱和 这个 电磁式紊乱 一定要注意这些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养疗 这病人养疗要充分 要赶快给他散氧气 养疗量一条大 但是如果他出现二氧化的 除瘤了 出现复习肌很疲劳了 这个情况 甚至这病人出现 意识模糊了 他已经出现这种默契了 这个时候 他连雾都雾不进去了 这些药 怎么办 气管插管 上呼吸机 到监屋室去 到监屋室去 那么气管插管 上了呼吸机之后 这个病人就给他用正经剂 让他失去知觉 然后用这个击松剂 把他所有的自己的自主呼吸打断 全部是用我们呼吸机来替代他的呼吸 人工呼吸 然后在这个呼吸通道里面 我们还可以做物化吸入 就是充分的 人工气道建立之后 上呼吸机质量 充分的解经 充分的镇静 充分的激松 充分的水化 那么他的我手上 他一定能够抢救的过来 然后再把他的 这一次诱发因素把它去除掉 是什么原因 是感染加重了吗 还是有气胸 还是因为是有什么 其他的过敏源 还去除过雨年 去除过敏源 那么他就可能会抢救过来 那么哮喘的病人 抢救好了之后 他只要两到三天 他就会好 他不像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 他好得慢 他哮喘其实好得很快的 但你不去抢救他 他就会死掉了 他就会失去你抢救的时机了 最后他的心跳就会停止 脉率慢慢变弱 所以这就是重症哮喘的治疗 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慢性持续器的治疗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讲的 这边没有发消息 他治疗吗 他需要治疗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么一般来讲 手疹的病人 我们一般从这一个 第二级开始 低基因的ICS 像我先生的导师 开始的时候 是用了ICS当个的低基因的ICS 它不行是吧 经常发作 甚至到过一次急诊室 出现一次急诊室的事件 就说明它 是不是控制不好 在分级里面 是分到控制不佳的 那一个 那一个几点 是吧 刚才我不是跟大家讲的吗 有控制 部分控制 和未控制 那么它就肯定是属于 那种控制不好 所以我就给它分 就给它加了 加了一几 加了低基因的ICS 加上糖尿贝塔塞的新机东西 就给它用了梳理碟 就是我们刚才用的那个药 用了之后呢 觉得还不够 这个病人 我就又给它加了一个 白三锡调节剂 白三锡调节剂 它用的是中高尽量的SS 再加上白三锡送理调节剂 最后它就控制的比较好 控制比较好 那么我们讲的控制良好 包括哪些 刚才还跟大家讲的 白底没有症状了 液晶也没有症状了 它也不需要用药了 短效的贝塔塞的新闻剂 不需要用了 它的肺功能又恢复正常了 它再也没有出现过 孝水急进发作的原因 去进急诊室了 所以它像个好的一模一样 但是它的药仍然在用 我其实可以考虑给它降级了 但它后面就失法了 因为它好了 它也再也没来草过我 所以那个病人是 我们这样分级治疗 降级治疗和升级治疗 一个非常正规和规范的一个病例 就是说如果病人在从二级治疗 效果不好的话 你就要考虑到升级治疗 如果升级治疗 持续三个月 效果很好 这三个月没有任何的发作 你可以考虑降级的治疗 可以考虑降级的治疗 还有一些脱敏治疗 或者是辅助治疗 这些都是原来用的多 但现在它不是首选治疗 它不是首选治疗 好 这节课我就大概讲完了 这是给大家的思考题 给大家思考题 那么经过我们这一堂课的阐述 大家一定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什么呀 是气道慢性炎症 气道慢性炎症 诊断标准我就不讲了 讲得很清楚了 如果这边是 如果它是典型的症状体征 它可以诊断 如果不典型 它可以用肺功能的检测来确定 见面整个最重要的是 新原因哮喘 和这个气道的总块 气道的总块 重症哮喘的处理 刚跟大家讲的非常详细 我说了 邓丽君在我手上 他不会死 他为什么不会死 是因为我手上有那几个武器 那么大家是要认重而道远的 因为我们国家的哮喘 治疗现在在基层 仍然是令人担忧的 虽然在我们这个大医院 这个三甲的医院 消耍治疗和诊斗 都非常规范 非常规范 但在下面 只有6%的消耍 接受了消耍患者 接受了消耍的规范化治疗 所以作为医学生来讲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 鼓励大家 应该要为我们基层的 这些医疗部门 还要做些贡献 我们国家的 基层的医疗的水平太差了 太差了 它的太差是因为 很多毕业之后 没有到这个我们的大医院 来做一些住院医生的培训 在美国他都是 所有的医学生 必须经过这些大医院的 三年的住院医生培训 他才能做家庭医生 所以他的家庭医生 并不觉得比我们大医院的医生 他会差到哪里去 因为他也经过正规的 规范化的这个培训过 应该这样子 如果你培训了 你就知道消耍的诊斗 和治疗的规范化 它的指南是怎么样的 你肯定会知道它规范化的诊斗 好了 那么今天我讲的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啊